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同敬拜主 与领受从主来的信息 今天我要和大家一同思想的 信息的题目是 为何有人一遇到属灵的事情 就失去理智和忠孝 或者说为何一个知书达理 很有知识的很通情理的人 忠心对国家忠心 对长辈有孝敬的人士 但是遇到属灵的事 就失去常看 意思说就不像平常那样 以下两段经文 一共有一个共同的信息 就是告诉我们 一些众所周知的一些常识 一些基本的道德的原则 在应用 对神方面 他就失去常态 而且当事人呢 好像 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他们有自主的情况 马拉基书一章六节 就是刚才我们的经讯 是 儿子孝敬父亲 普人敬畏 敬畏主人 我既然为父亲 孝敬我的在哪里呢 我敬畏主人 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这是主 借着先知 对他们子民 发出的 话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的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 藐视你的名呢 这是旧约时代的经文 旧约里面段经文 那么到了耶稣那个时代 法利赛人的撒脱该人 他们就来试探耶稣 请耶稣 写个神迹给他们看 那耶稣就回答说 傍晚天发红 你们就说明日天晴 早晨天是又红又暗 你们就说 今之有风雨 就是说 他们很懂得 这个气候 自然界的现象 但是耶稣说 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象 倒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 意思是说 对属灵的事情 你们怎么会这样迟钝呢 那么这就使到我们联想到圣经里面 也是 一些经文 讲到我们人 有不自知之处 真言十四章十二节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自终成为死亡之路 就是说我们以为对的 但是结果呢 却是死路一条 甚至耶稣的门徒 也有这个毛病 有一次耶稣对门徒说 只被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新竹额 你们是怎么想的 你们自己 并不知道 意思是说 你们讲的话 说出来了 但是你们背后 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我的认识 你们对自己的认识 还不清楚 使徒保罗也提醒信徒 他说 有人 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 其实 人 不知道 他应该知道的事情 就说按他应该知道的来说 他很多事情还不知道 然后启示录 主耶稣 神也借着 这个 对 当时 教会说的话 也提醒 对他的子民说 你们说 我是富足的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全 却不知道 你们是困苦 可怜 贫穷 狭眼 吃生的 这是很大的对比 就是说他们以为他们很富足 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有了 但是 在属灵的事情上 从神的眼光看来 他们其实 什么都没有 非常可怜的 但是我们也从圣经里面 很清楚看到 神 很多时候 就 提醒 教醒我们 而且 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 才能够脱离那个困境 能够进到 一个美好的境地 雅各书一章 16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圣经 雅各书 提醒 当时的信徒说 你们不要看错了 说到 各样美善恩赐 和各样全辈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瘾 前面是讲到 人在受试探的时候 甚至我们会怪 以为是神 来害我们 是因为神 我们才落到这个光景 其实 很多时候 是我们自己 的私意 引导的 所以 福所书五章 17节说 不要做糊涂人 要怎么样 要明白 主的旨意 真言三章五节 六节 他说你要专 心仰赖 耶和华 不可 依靠自己的村民 在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要 认定他 他必使你的道路 凭持 所以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 应该怎么样 要怎么样 不可以 这样 还有真言三章七节 你不要 自有也有智慧 你要 敬畏耶和华 也离而死 在启示录主也对当时 的教会 说 我欠你 向我买 买什么 因为你是狭眼 看不到自己 你要买眼药 要磨你的眼睛 使你能够看见 他讲了这样多 诗篇里 有一些圣经 很好 也能够给我们感受到 神 心里的那种伤痛 那种关情 他怎么样讲呢 无奈 我的子民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不肯听从我 无奈是什么意思呢 无奈就是说 哎呀 我记得 无可奈何 我没有好选择的 我好像是说 我不知道怎么样做 我没有办法 这样子 当然 圣经里面 主说的无奈 或者主耶稣的叹息 主耶稣的罚问 这些呢 不是 指他知识方面的 因为神是主所不知的 他不会 没有办法 他不会无奈 他要做什么就可以 所以这个不是关系到他的能力 他的知识 而是关系到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能力的话 有时候神不能够做什么事情 是因为他的品格 或是因为他行事的原制 而不做 而是关于他的情感 就是说 表示他的 表达他的 关切 表达他的 失望 其实我们圣经里面 神 也透过各种方法 告诉我们 他的期望 而且他也告诉他子民 他们要达到这个期望 的途中 他们遇到哪些难处 他们遇到哪些的难阻 同时也告诉他们 怎么样去克服难阻 甚至连今天的题目 其实 神也告诉我们答案 今天的讲题 为什么人遇到属灵的事 他就会失情理 他就会失去忠孝了 圣经给我们答案 刚才我们说的 刚才读的时候 雅各书一章四论节是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不要看错了 这是平常我们和合本的 如果我们根据英文的翻译 就是和合本 修订本 不要被欺骗了 换句话说 我们之所以会看错 我们自然会误解 其实我们是被骗了 甚至圣经里面有时候说 人不要自欺 自己欺骗自己 其实我们人的自欺 也是因为我们被骗了以后 我们才自己骗自己 那么到底我们被谁骗呢 这里说不要被欺骗了 被谁欺骗呢 耶和福音8章44节说 他 就是撒旦 说谎 是出于自己的本性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 支付 那么撒旦是谁呢 因为蝙蝠的关系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不是讲魔鬼论 我们不是完全讲得很详细 所以一些经文呢 我就不列出来了 我就把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教导 我把它浓缩起来 告诉 讲到一些撒旦的事情 撒旦其实呢 是 神 创造的 天使 他是天使长 路西夫 他想要做神 他要和神同等 甚至要高过神 所以被神 摔到 地上 那圣经里面称堕落的天使 为撒旦 撒旦 照希巴勒文 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抵挡的人 反对的人 他反对每一件神的事物 神说这个 他说那个 神说不可以 他说可以 神说yes 他就说no 总之 他就是对抗神的 那么圣经除了用撒旦这个名称之外 也用魔鬼来称呼 魔鬼的意思 就是专门毁谤人的 说谎话的 就是很邪恶的 撒旦是指他和神对抗 创法调 魔鬼是指他的 作为 的性质 非常低劣 非常 低等的 除了撒旦的魔鬼这个名称之外 圣经里面 也给他有不同的称呼 有时候称他是什么呢 控告弟兄的 这个世界的王 或者是这个世代的神 或者是装成天使的 魔鬼 就假装的天使 不是真天使 是伪装的天使 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了魔鬼手下还有一批的差异 那这个差异呢 除了 当时他犯罪的时候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和他一同反抗神 就变成撒旦 魔鬼的差异 还有 后世的人类 被他迷惑 跟从他的 受他利用的 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呢就成为一个恶势力 替魔鬼 做事情 以福所书这里告诉我们 这圣经 这个属灵记有各种的范围 各这样的层次 都有不同的 恶灵 在那边管理 我们征战的 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 当然有时候 有血有肉的人来逼迫我们 来害我们 但是 这里讲的是说 其实他们后面的灵 在 控制他们 我们是对抗什么呢 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还有天空灵界的恶魔 这里就讲各种的形容词 就是说各种的领域 都有魔鬼撒旦的差异 在那边行事 还有后面就是人 这些人就是被魔鬼 利用 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些邪朔之风 摇动 飘来飘起 那些传假不应的 新派的 否认神迹 否认耶稣的神性的 这些所谓的基督教 其实是异端 那那些是人传的 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背后 是魔鬼在控制 假使徒 那样人是假使徒 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的使徒 假冒的使徒 这也不注意其 因为连撒旦 也装作 光明的天使 我顺便提一提 我是牧师 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 当你在外面 听到牧师的时候 当然 一般来讲我们是尊敬 但是大家要小心 这个世界上有些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有时候看报纸 某某牧师骗了人多少钱 某某牧师 性侵了多少人 这些 所谓牧师 不是真的牧师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被这个 称呼 来迷惑 我们还是要整细的 特别是关于到 难以关系的 特别是关系到 钱财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特别要经过 考虑 分辨 知道这个人的性格 品格是怎么样的 我们才可以信任 千万不要上当 我们讲了这样多 弟兄姊妹 我们也不要惊慌 好像 不错 魔鬼是很有能力的 因为他是 神所造的很智慧的 一个创造物 但是他已经是失败的 在被基督打败的 所以我们要讲 魔鬼的基线 安慰 帮助弟兄姊妹 魔鬼不是全能全知全在的 他不是 只有神才是 他现在的表现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差异 而且他积累了多少年的经验 所以他有经验 但是如果我们靠神的话 我们能够 失透他 但是他是以被神击败的仇人 只有他在最后审判之前 神允许他做一些的事情 但是 他不是全能的 不过我们也要谨慎 若是照我们自己的人的智慧能力 我们是斗不过魔鬼的 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靠着神 我们才能够得胜魔鬼 一方面 我们不要高举他以为他是无所不能的 不要枕肩恐惧 但一方面 我们也不要轻敌 我们不要无所谓 我们要谨慎 提防 靠着主 来对抗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撒旦魔鬼 他是一个非常老练的伪装者 很难被人察觉 那圣经里面 我们今天就讲两大类 圣经提到撒旦引诱人呢 他那个方法 什么 就装成光明的天使 光明的天使就说他很有爱心 很正直 很关心你 给你一些提议 都是为你的舒适 为你的享受 给你钱 给你名义地位 就好像撒旦来试探耶稣一样 同样的今天撒旦也会用 很多的 一些利益啊 给你更加的舒服啊 给你更加出名啊 等等 来 引用你离开神的道 这就是光明的天使 假装成光明天使 那另外一方面 另一个极端呢 就是撒旦 就好像吼叫的狮子 用逼迫苦难 甚至死亡 疾病 来威和 神的子民就范 所以魔鬼用两个方法 诱惑 还有恐恶 基督教界有一本很出名的书 有时候牧师会引用的 叫做 卫生 Westminster的小药理问答 这个药理问答就是 以前的弟兄姊妹要受洗的时候 要进教会 他们要学一些基本的真道 所以这个 卫生 敏斯德小药理问答 就是 他们 给他们去读的 读的熟的时候 去拷问 那他里面呢 很简单 恶药的 把基督教道理呢 把它浓缩起来 告诉弟兄姊妹 这个很好 也帮助弟兄姊妹呢 对基督教信仰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其中第一个问题呢 他问什么 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 他答案什么呢 他答案是 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是荣耀上帝 并敬享上帝同在之乐 直到永远 还有另外一个支援呢 有讲到以下有意义的话 他说你活着 因为神要爱 你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要被神爱 那 侍奉神 顺服神 信靠神 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爱他 那么以上两段话 其实他们 是根据 创世纪 1章26节开始 一段经文 就讲到神 造人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造人 他说我们造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 因为神造他形象造人 就表示他和人要沟通 而且他说他要叫人 代替他 代表他 去管理 世界上 神所创造的万物 所以这就是给他一个很重要 那个知分 神要我们和他同在 神要我们和他有交通 而且神 也给人 有很大的 尊荣 所以刚才说的 就是根据的经文 就是这样 所以 神把他和我们的关系 放在非常非常 重要地位 所以平常 传道人 牧师 可以说 每个主人讲的道 都是在教导 弟兄姊妹 这方面的真理 帮助弟兄姊妹 和神的关系 正常化 亲密化 所以 这些信息 可以说是 平常信息里面 都讲了 那既然 这是神 既然撒旦 的主要目标 是抵挡神 而神 最主要的目的是这样 所以他 魔鬼最重要工作 就是要抵挡 魔鬼 魔鬼 最重要工作 撒旦最重要工作 就抵挡 神的旨意 神最重要的是要我们和他关系好 所以魔鬼 就 尽力的要使得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好 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 很重点 就是说 弟兄姊妹 魔鬼工作的目的 他最重要的 就是要离间 我们和神的关系 他会使得我们 怀疑神 他会使得我们 就是误会神 因为 怀疑 误会 就会使得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有隔阂 为什么我 是不是我按错了 我说我今天的信息主要是什么呢 叫唤醒大家的意思 就是要反省我们的状况 就是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情形 我们要警戒撒旦的计谋 撒旦就是要离间我们 所以我们就不要被他所欺骗 所以我们要警戒 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 以及和主的关系上 不像我们在其他世上那样的 好 或者和人的关系那样的静止 积极的话 非常有可能 我们已经中了魔鬼 撒旦的轨迹 弟兄姊妹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但是我们没有 没有解释 所以今天我讲的 就是要提醒 大家 当然我也是提醒自己 如果 我在对属灵的事情上 对教会的事情上 对和主的关系上 我的表现 不像我在平常 人际间的表现 不像我在平常事情上那样的名利 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啊 非常可能 就是我们已经中了魔鬼的名字 最近这个 流行病 疫情 也给我们一个功课 就是有时候啊 我们 我们 被感染了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 要等到 特别的情况之下 被检查出来 哦 原来我有这个病菌 所以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有时候 可能我们已经被魔鬼攻击了 但是我们不清楚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对主的爱啊 我们对主的性格啊 我们对主的作为啊 等等方面 就很可能因为魔鬼的诡计 让我们已经扭曲了 怀疑了 接着神 为什么这样苛刻啊 是不是 我们信主 有时候信主多年的人 有时候还会对神说 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啊 接着神好像是 不够爱心 不够体贴 不够 没有 没有照他应许做事情 发了很多厌言 其实我们这些呢 其实 就是中了魔鬼的语气 除了 我们 和主的关系 会受魔鬼的挑破离间之外 其实 我们的主 也非常重视 我们弟兄姊妹 的和睦 是不是 耶稣在 快要离开 世界的以前 他为门徒祷告 他向神求 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 就是当时的门徒 祷告 也为那些借着他们的话 信的人 换句话说 借着门徒 以后 去传道 而信的人 换句话说也包括我们 世世代代的性格 耶稣为当时的门徒祷告 也为所有 的 基督徒祷告 就是要我们 大家 同心 和异 使他们合而为 正如父 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好让世人信 是你拆我来的 所以 耶稣很看重信徒的合一 撒旦就 特别的 集中精神 要破坏信徒的合一 弟兄姊妹 如果 从你的经验里面 你发现 为什么 有些事情 本来不应该有误会的 确实产生了误会 所以我们就要小心 有时候我们想不通 但是我们警戒 这个是魔鬼的工作 所以当你发现 你被人家误会了 或者人家会说哎呀你误会我了 你说我哪里会误会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 我们 错解他了 或者我们也发现到别人误会我们了 很要紧很要紧的 真的要祷告 祷告再祷告 因为有时候 发生误会的时候 你越解释 就越 我们说越描越黑了 真的 后面有 魔鬼的诡计 我今天没有放那个头发 你玩那个cricut吗 有人在玩那个cricut 打斗的时候 两只cricut在打打打 他本来其实不打的 他后面有人 上面有人 拿着一只东西在那跳跳跳 那么这个这一只那就以为对面来攻击他 那一只就以为对面的攻击他 所以就打起来了 其实后面是 他们看不见的 一个人在那边 搞梗 所以撒旦就 戒烈地要破坏 信徒间的 和睦 要制造误会 挑破离间 所以我说 当我们 和主内的肢体之间有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有摩擦的时候 或者我们有严重的冲突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谨慎再谨慎 不要中了撒旦的语气 今天的信息很简单 因为 平常 牧师传道都讲了 这方面应该怎么样 那方面为什么这样 这样解释都有了 所以今天我讲的一个目的 非常简单 就是在提醒 弟兄姊妹 我们 如果发现 自己 不像 在其他事情上那样的爱主 那一个名领 我们在其他团体 我们在其他人际关系当中 我们很懂礼貌啊 我们很懂报恩啊 我们很懂敬责任啊 还有各样的礼 我们都知道 原则什么礼述 我们都知道 但是你和主的关系怎么样呢 主将爱我们 我们爱他吗 我们对主的工作 主的教会 对我们灵性追求 有没有像我们 在平常事情上那样热心呢 还是蓝蓝散散的 所以我们就要小心 知道这个是 魔鬼的挑剥 我们不能够 归罪 什么都推给魔鬼责任 我们要警戒有他的工作 但是我们有责任 要提防 我们有责任 要去抵挡 我们有责任 要靠圣灵 来 医治我们这个灵性上的病 像主耶稣说的 我们要向主买眼药 擦 摸我们的眼睛 我们要求圣灵开通我们的耳朵 听见神的话 总之 就是说我们要 接受主的提醒 启示录这是神对当时教会 其实也是对每一个教会说的 他说我有件事情要自备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 抛弃了 如果你发现 现在 你对主的热心 没有以前那样好了 你就要怎么样 你回想 你在什么地方堕落的 什么地方坠落的 而且你要悔改 悔改什么 就是You turn 做以前 神所喜欢做的事 你做的事 换句话说就是要 复兴 回到以前 爱主的热忱 爱主 忠心爱主 我们要效法大欲的祈求 其实这种就是我们以前常常提的 神啊 求你 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你引导我 走有生的道路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今天你听的信息 你是很扎心呢 你是有所领悟呢 还是你会反感呢 如果你对今天的道 反感 你更要小心 因为 今天的信息 是神放在我心中 要传达的 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如果你有反感 你就要小心 很可能 我们又是在中招了 中了魔鬼的规矩 OK 今天道很简单 是有个重点 不要中了魔鬼的规矩 我们知道神是信神的 一切的美好 都是从神来的 神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 不顺利 或者疾病 或者挫折 都有神的能力 如果我们 投靠他 神就会 帮助我们 胜过这些满足 帮助我们更加的 像耶稣 所以 所以不要怀疑神 而且 要保守弟兄姊妹 之间的 和睦 你和哪个弟兄姊妹 有些误会 各各 那么 我们要尽量的 尽量的 要解除 这些误会 愿神 帮助我们 以下我们要守圣餐 守圣餐